大家好,今天将带着大家来体验并测试一下 AnimeDiff加Cononite加Actor 这一套组合生成视频动画的流程 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和测试 今天是使用StableDiffusion来生成这些动画 如果你会使用ConfiUI 你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 使用这一套流程来用ConfiUI生成动画 首先,今天我使用的是这个模型 我会把这些模型的链接都会分享在我的V里面 或者是能够在视频下方留言区备注的地方 凡是能够允许放连接的平台 我也会在下方留言区去放这些连接 首先在左上角checkpoints模型 我们选择好今天我用来测试这个模型 然后进入样力图片 我们去复制一下它的参数和提示词的数据 粘贴到StableDiffusion里面 我们直接导入 导入好之后 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它的宽度和高度 在测试阶段我用的是512x512 这样的话能够生成动画以最快的速度 如果你要高分辨率的话 你可以在生成动画之后 用缩放插件对整个动画进行缩放 那么今天我将不讲缩放这个操作 因为之前看我视频的话 应该大家已经学会了怎么来缩放了 那么这里的负向提示词 大家注意 你需要在C站去下载负站提示词的 unbending模型 也就是嵌入模型 下载好之后 放入到你的unbending的文件夹里面 能够看到这个反向提示词的这个模型 放在这里面 我们直接使用的就是这个反向提示词模型 这个模型是作者训练好的 能够将图像进行更好的展现 这是一套反向提示词 下面的随机种子 如果你要保持一致性的话 最好是将这个种子给它设置进去 如果你设置为随机种子的话 它不一定能够保持我们人物图像的一致性 那么现在来到animate.deaf这个选项里面 点击启用 选择好这个模型 这个还是VR的模型 如果你没有这个模型的话 或是想下载其他的模型 那么大家可以来到这个hackingface的这个网址里面去下载这个模型 你可以下载VR的也可以下载其他的 那么这里另外要说一点 你可以下载下面的这些动画模型 那么这个VR开头的这个动画模型呢 后面带有Laura 这什么意思呢 那么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到 格式这里面 我设置的让它生成GIF 和PNG的格式 你也可以让它生成MP4的格式 在测试阶段呢 我这里给它设置为总帧数 为30帧 帧率设置为8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大概生成 应该是32 辅助8 也就是4秒的视频 用来测试 4秒就够了 那么后面这个选项 就是显示闭环号码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设置为0 那么生成的动画呢 将可以生成循环播放 就是无线循环的为你播放 如果你设置为1 那么它只播放一次 如果设置为其他数值呢 比如说设置为8 那么它会将循环8次 无线循环 就设置为0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块 闭环选项 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这里为大家测试了 这4种闭环的这个模式呢 测试结果 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N开头的这个闭环模式 那么它从第一针到最后一针呢 将不会保持我们人物的这个一致性 而且呢 第一针和最后一针因为不一致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的人物呢 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你可以看到这个动画里面呢 人物的服装已经发生了改变 而你仔细观看其他的三种模式 看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像同一张图片一样 而且呢 其他三种模式 都能够保持人物的一致性 而且第一针和最后一针呢 能够进行一个循环 能够衔接上 但是从最后一针到第一针进行回环 也就是闭环动画的这个时候呢 那有可能你会看见 看见那么一点点卡 卡顿一下的这个感觉 那么其他三种模式 它完全一模一样吗 那么就我个人感觉呢 最后这个选项 也就是A这个选项 这个模式 比前面这两种呢 感觉上好那么一点点 那么我们平时 在默认模式使用的 就是这个R-P的这个模式 其实用默认的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它也可以达到动画的一致性 而且最后一针到第一针 进行了一个衔接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是上下文P处理大小 这个你可以设置为三种 可以设置为8 16 或者是32 我们来看设置不同参数的结果 这些呢是生成的测试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生成结果呢 就是上下文P处理大小为8 它的处理结果 它的处理结果呢 就是我们的人物变化比较大 很难保持一致性 那么我们其他的这些测试结果呢 也包括这个测试结果 那么都是参数设置为16 那么这个一般最好呢 也设置为16 因为官方训练 是以16这个参数来训练的 那么如果我们设置为32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动画结果 来给大家再重复看一下 那么设置为32的这个结果呢 人物基本上就保持不动 非常的静止 它的动作非常的微小 和静止的慢动作 差不多是一个样子 那么来到后面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呢 也就是跳针的意思 默认我们设置为1 也就是它会按照123456的顺序 进行一帧一帧的播放 如果我们设置为2的话 它就是2468 这种跳针的动画 如果设置为3的话 那就是369 我们来看后面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呢 一般我们是不用动它的 这个选项的意思是叠加 一般我们也用不到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选项 下面这个选项呢 是插直针 也就是在我们的动画里面呢 再插进针 一般我们这个选项是关掉的 你也可以为它打开 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帧率是8 如果我们给它打开 就是选项 选到第二项 那么后面呢 我们要给它设置参数 比如说我们设置为5 那么就是5乘以8 也就是在我们帧率为8的情况下 乘以5 那么得到40 也就是将我们的帧率8 变成了帧率40 那么我们的动画呢 将变得非常柔和 将变得非常慢 我们可以看 看一下生成的结果 如果你看到这个动作非常的缓慢 跟慢动作一样 像这样的几个动画呢 就是进行了插针 就比如说后面这两个 那么还有这个都进行了插针 所以说它的这个动画动作呢 就非常的缓慢 而其他你看起来动作比较快的 这种一般的动画 那就是没有进行插针 插针呢 会让动作非常的柔和 我们在测试阶段呢 一般是用不到这个插针 因为它生成的图像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关掉它 好 那么来到下面 如果我们没有上传视频的这个情况 只按照提示词 我们去为它生成动画 那么它生成的动画呢 就会像我们的图片一样 进行的随机运动和动画 没有任何的目标和方向 我们来为它上传视频 那上传了一个三秒的一个视频 如果我们仅仅是上传了视频 而没有进行ContoNet的一个控制 这样的话去为它生成 那么这样生成的动画结果呢 就类似于这一张动画 这张动画呢 它会类似于我们的视频 因为它没有受到任何的控制 所以说它也是根据我们上传的视频呢 进行的一个随机运动 它只是类似的运动 如果在下方呢 你使用了ContoNet来辅助 帮助我们的动画结果呢 按照视频的画面来为它生成动画 那么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ContoNet呢 可能会报一个错误 会报什么错呢 就是你在终端会报错 错误就是说没有检测到你上传的图像 因为你没有ContoNet上传任何图像嘛 那么你需要设置里面去检查 找到你的ContoNet选项里面 看这一项允许其他脚本对此扩展进行了控制 这个选项打勾没有 如果它打勾了 你仍然是提示那个错误 那么你需要把你的ContoNet升级到最新版 还有呢 保证你的AnimeDev也是最新版 如果这样还是不行的话 你已经升级到最新版 还是不行的话 还是报错你没有上传任何图像 你就需要在你的StableDiffusion根目录里面 将这个VENV这个文件夹进行删除 如果你害怕报错的话 可以将它检测到其他地方 然后呢 重新启动我们的StableDiffusion启动程序 让StableDiffusion重新下载这些AI的生存环境 需要为它重新再下载一遍新的东西 当你重新下载了这些VENV这些环境包之后 能够打开我们的StableDiffusion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使用ContoNet加这个视频来控制我们的动画 那么终端呢将不会报任何错误 这样的话我们终端就可以通过了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说 使用ContoNet的话 我们使用OpenPause 或者呢你是使用OpenPause加Cone 或者是使用OpenPause加深度模型 也就是Depth 你不管是加Cone还是加Depth深度模型的话 这个权重呢你可以给它稍微低一点 给到0.75 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如果你设置为全中文为1 这样你可以 只不过测试结果之后呢 你会发现0.75会比1好一些 那么这里面呢给大家生成了这三种测试结果 第一张呢是单个OpenPause的控制 中间这张图呢是OpenPause加Cone 右边呢是OpenPause加深度模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最左边的这张图呢 它只有动作 但是没有手上的卡片 是因为没有加Cone 我们加了Cone之后呢 它就可以看到手拿手持的这张卡片了 但是加了Cone之后呢 我们的人物的脸 你会发现 人物的脸呢会出现一些变形 这样并不好看 那么我们就使用了第三种方法 OpenPause加深度模型 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物的脸不会进行一个错误变形 而且卡片也能够表现出来 人物不会太崩 那么加上Cone的控制之后 给它加了第三项 也就是Reactor人物换脸 那么人物换脸呢 我将给它更换checkpoint模型 还是更换之前使用的麦菊 麦菊真人模型 真人模型呢 换脸你才能看出来它的变化 那么提示词呢 我也更换成真人模型的这个提示词了 我们将Reactor进行启用 其他选项呢保持默认 我们在最下面这个选项呢 我们选择面部修复 因为我们生成的图像是512乘512的比较小 那么这个换脸权重呢 设置为1 然后我们就可以为它再次生图了 生成的图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是三种测试结果 第一张图呢 是默认的测试结果 没有进行提示词的更换 那么第二张图像呢 就是提示词 我为它增加了关键帧提示词 那么什么是关键帧提示词呢 就是在第0帧的就是在我们就是在我们上面提示词的下方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 在第0帧的关键帧位置处让它出现什么动作 然后在第8帧的关键帧位置处让它出现什么动作 那么这样的话 会按照提示词为我们生成不同帧不同的动作 可以这样来控制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使用counternet 骨骼这些模型来控制我们的人物动画的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不使用提示词里面的这个关键帧控制 那么你也可以使用 但是最好不要使用这些提示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种测试结果 如果你使用counternet来控制的话 那么你提示词里面加上这些关键帧控制的话 就会产生冲突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图生图 图生图的生成方法 那么图生图 我们可以上传一张原图 固定好种子之后 然后下面你可以上传视频 也可以不上传视频 那么你可以上传一张结果图 也就是你这张 你这个动画呢 最后一张图要生成什么样子 它的结果图 那么在上面呢 我设置的是总帧数是32帧 那么在下面在这个位置 还有在这个位置 你要给它设置位 也是32 这样的话确定它是最后一张图 这样的话我们生成的结果呢 就类似于右边 它会在一开始 有这个 我们的人物呢 有它这个长辫子的这个动画 那么到最后 它这个辫子消失 将会趋向于便于短发 这个生成结果呢 我使用的是动画模型 没有使用真人 所以说它生成的这个结果呢 不会完全像我们的原图 和像我们的尾图 只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 它就是按照我们的原图和尾图 进行了一个变化 如果你在这里呢 上传视频 那么它在动画的中间过程当中呢 也会按照视频来进行变化 那么如果你要是使用真人模型 来生成这个动画 组成图动画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原图是一个远景 那么这个尾图呢 是一个近景 那么它就是能够产生 这种远景到近景的动画 好那么现在来说一下 下面的这些Laura这些模型 运动模型怎么使用 比如说你下载了一个运动模型 也就是向左运动的这个模型 你将它呢 放到你这个Laura模型文件夹里面 奉建连之后呢 你可以在正向提示词里面 为它加上这个提示词 加上这个提示词之后 它有一个权重你可以设置 那么最好我们也设置为0.75 这样的话不会过拟合 然后我们生成的动画呢 它的背景就会进行一个向左移动的 一个动画模式 这是由Laura来控制 AnimeDiff 它的这个镜头 镜头动画的这个Laura模型 好了 那么这就是这两三天 使用这一套生成动画流程的 这个测试经验和分享 那么我觉得这一套流程呢 已经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 也思路非常的清晰 大家觉得如何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评价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这期视频觉得对大家的帮助比较大 那么请为我点击关注加三连 那么这样呢 会帮我的视频增加平台的权重 那么谢谢大家 那后面呢 努力为大家出更好的干货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